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重力场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重力场的模式 从万有引力来说起 假设球星是一个原点的一个球 质量叫做大M 那么球外有一个质点的话 质量叫做小M 那么根据万有领力的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的引力是什么呢 这是大G的话是指的是这个常数 M乘上M 大M乘小M 距离的平方 就是说它是一个以距离的平方 乘反比的一个力 那这个大小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的图大概就这样画 这是一个大M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在地球 我们的那个M的话 越大的话 我们的引力就越大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假设我们要把它写成了向量场 这是大小 向量场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再加一个向量 那加一个向量的话 我们不要影响到它的大小 是不是要再加上一个单位向量 那么这是R R的话呢 就是它的位置 位置是对着这个球星的方向 所以它是一个负的 负的 然后这除以它的长度 所以我们把它合并了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可以得到是一个这样的结论 负的 这是一定的 这是负的 因为它是对着球星 对着这个圆点方向去走的 那么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是什么意思呢 这地方明明是三次方 各位同学请看 这里有二 这里有一 所以这是三次方 那这边是因为它保留的一个向量 在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绝对值 这边可以消掉 所以像这种模式 我们就称为重力场的模式 这是我们定的 以后看到了这边三次方 这边R的话呢 而且是负的 这边是长数 跟M有关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这就是重力场的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像这样的重力场 其实就是保守场 怎么说呢 来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这是conservative field 怎么说呢 来我们现在来看 重力场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一个长数是负的 这边是三次方 这边是R 刚刚我们才介绍的 好 那现在这个R 假设叫做xyz 那它的R的话呢 的长度就是开根号 平方根 平方根了以后 注意这边还有三次方 这边就是三次方 所以它是二分之三次方 那我们把它写成了 一个向量的形式 这负k在这边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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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说像这样子的 一个向量场的话呢 它是保守场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刚刚好 找得到一个叫做 呃 式函数 就是potential potential 如果我们刚好找到一个 叫做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恰巧就是它的potential 你看哦 怎么归分呢 对x来偏微 就变成了负k 然后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因为负二分之一 就是平方 呃 我们负二分之一 就是再乘上一个 负二分之一 然后的话呢 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 然后的话呢 再负二分之三 再乘上一个2x 这是对x来偏微 22消掉 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就第一分量 剩下来继续做下去 你们就可以知道 它刚刚好 就是它的什么 potential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以这个向量场来说的话呢 它是保守场 保守场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保守场的情况之下 它的限积分是什么 与路径无关 然后呢 它的散度会怎么样 散度会变零 然后呢 它要是在一个 呃 一个封闭的区域的 一个限积分 会等于多少 是零 好 那记得了 散度是零 旋度也会是零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 与形状无关的一个面积分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什么呢 来 形状是一个s 不知道的 它包含了一个圆点的一个曲面 圆点又有一个质量 m的一个指点 那么向量场 哦 诶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这就是重力场的模式 这也是常常见到的 这是跟它的m 有大m有关系 长数 距离的三次方 上面有一个 一个r 那就是距离的平方 乘反比 它要我们证明什么呢 这个向量场啊 穿过这个partial s 这个地方不是念partial s 这边就是boundary of s 它的边界的流通量 叫做负的4πkm 跟s的形状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做呢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假设这个s啊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么因为啊 这边来说 这个app 它是什么 它是 呃 在求新 这个在新 所以本身来说 要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不能够直接实施 叫做高斯定理 因为这个向量场啊 在在零零 这个这个零零零这一点 就是r等于零的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 没有办法为分 而且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没有定义的 不连续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高斯定理不行 不能做 那要怎么样去补救呢 我们就制造一个 以个半径为a的一个球 把它怎么样呢 挖掉 挖掉了以后 我们就考虑这黄色的区域 那这边的话呢 就有什么呢 normal对外的 还有一个对内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它就是可以符合高斯定理的要求了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内部 就是黄色的部分好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建构一个球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做的是什么呢 全部的黄色的部分 就是Boundary of S 就是在外层 还有一个内层 内层也有一个Boundary 加上一个内层 这边我们用Boundary S A好了 内部的 我们要求这加起来是等于什么 这是根据了高斯定理 等于散度 那么我们要知道 因为F是一个保守场 刚刚才证明过 所以它的散度是什么 是零 所以这是零 这个等于零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中间 是一个正一负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来移向过来 我们继续做下去 现在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 外层的这个积分 这个面积分 会等于内部的 这个圆的面积分的一个负号 那么外部难做 我们来做内部 内部是一个圆 那么从哪里着手起 就是从这N着手起 这个N 这个Nomal是什么 那么我们从哪里来写起呢 它就是负的 R 这是R的长度 Nomal 因为我要求它怎么样 要求它一定是长度为1 然后它的方向是对哪里 对着这个圆心的 求心的 我对着求心 那么F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Nomal也知道了 我们就直接计算它吧 来我们继续算下去了 F是什么 来请带进去 -KM 这个带下去 Nomal Dot一下 来 负的什么 负的这个带下去 然后这边是DS 造写 好 现在再来看了 这边来说 负 负 负 哎呀 这个就负负得证 拿掉好了 这边的话呢 长度这边有三个 这边有一个 所以变成四四方 这个Dot R Dot R Dot 是多少 R Dot R 这最简单了 A Dot B 等于A B Cosine 甲角 甲角是零度 甲角零是多少呢 是一 所以它就是R平方 这边就直接写了 R平方跟R四方 对销就变成R平方了 负Km 这边就Km拿出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 R平方分之一 DS 这是数字哦 这数字就直接移到外面去 然后这边的话呢 R平方 我们已经知道 以这个R来说 就是A 所以是A平方 这个DS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它的面积 面积 它的是多少呢 原来球的面积是 4PiR平方 以这个题目来说 它是4PiA平方 所以我们乘上4PiA平方 A平方 A平方 A竟然消掉了 所以变成了 负4PiKm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题目 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 对于外的面积分 我们得到这个 是负4PiKm 跟它的形状有没有关系 我们从后到尾都没有做 这个Boundary of S 所以它跟这外面的形状 一点都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呢 跟里面的这个 这个点 这个M有关系 然后4 这是常数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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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跟内部的这个点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利用高斯定理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个对外的这个流通量 就是跟这里面的这个质量 是有关的 这个向量场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了一个推广 什么推广呢 现在管它S是什么样子 Boundary of S 是什么样子 这边有好多的指点 指点 那有K个指点好了 那它是符合的是一个 就是重力场的一个模式 它的话与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的情况 所以穿过这个曲面 它的这个流通量 不论是电学 或者是力学 都是一样 或电磁学都一样 它的流通量 其实就我们可以 不用去管它的形状 只跟里面的这个指点有关系 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分 就是-4πk什么m m是多少呢 是所有的这个质量的相价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一样可以推广到哪里去呢 跟电学有关系的 就是里面的电荷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参考物理的地方的一个解释 这个高斯定理 在电学上面 在电磁学上面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意思就是说 穿过一个封闭区域的一个电通量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这个你们在物理里面 我们都可以有学过 这是跟它的什么有关呢 跟它的这个电荷量 有层层正比 只要是穿过了这个区域的形状 根本不重要 它们的这个总通电通量 是跟它里面的内容是有关系的 跟形状是无关的